马云在阿里巴巴内网发声,强调阿里要认清自己,重回客户价值轨道。 马云在阿里巴巴内网发表了一篇长文,对过去一年的变革表示了肯定。 他认为,三五年的时间跨度对于互联网领域而言,犹如一个世纪之久,足以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 阿里巴巴要做的,就是认清自己,重回客户价值轨道。 马云提到,这一年阿里最核心的变化不是去追赶KPI,而是认清自己,重新让公司变得简单和敏捷。 同时,他也高度肯定了新管理层的变革勇气,并支持继续改革。 然而,阿里巴巴近期也面临着股价暴跌,市值蒸发等挑战。 执行副主席蔡崇信在访谈中也表示,阿里巴巴忽视了用户的重要性,组织机构过于臃肿,消费市场前景不明等问题。 这些问题都需要阿里巴巴在未来的发展中认真对待和解决。 马云的发声为阿里巴巴指明了未来的方向,希望阿里能够真正回归客户价值,重拾初心,创造更多价值。 让我们拭目以待阿里未来的发展吧。